拜登又被100多位有钱人逼宫了 谁是现在美国民众最想要的候选人呢 民调出来了 说出来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拜登被逼宫放弃参选 而他们民调最高的候选人竟然是米歇尔奥巴马 这个是上周易所普和路透社联合做的一个民意调查 看这个图左边蓝色的是民主党的候选人 右边的是川普 很惊奇的发现只有排在第二行的米歇尔奥巴马 民意调查是领先川普的 不管是老登还是副总统哈里斯 或者是官二代纽生啥的都不好使 就米歇尔以50%的得票率领先于川普的39% 升级吧 不是啊 苏黎这个米歇尔奥巴马和原来那个总统奥巴马 啥关系呢 她媳妇 是不是很奇怪 为什么会是她呢 后来一查 你别说奥巴马媳妇还真的有很多优势 首先她的性别和肤色就是选票的 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老美着琢磨着选个女总统 这是多琢磨多少年了 对吧 希拉里当年实在是太拉胯了 最后输给了川普 但是老美的这个女总统幕 她还没有结束 关键米歇尔这些年的口碑一直很好 别以为现在民意调查她得票率高 当年她老公选总统的时候 她负责去拉妇女界的选票 而共和党的候选人 罗姆尼的媳妇她也去了 最后民调一对比竟然是惊人的69%对52%差了17个点 而且那几年基本上只要是出来帮民主党的人选个议员啥的 拉个啥票的 基本上一拉一个准老吼死了 关键米歇尔的履历她太干净和完美了 普林士顿大学毕业 然后去哈佛读书 这也能看得出来 他们家是精英阶神 对吧 然后在律师事务所工作 认识了老公奥巴马 然后就生娃了生了两个娃就没有了 没有了特干净 多符合媒体的需求 当然了这里还有两个非常关键的节点 哈佛大学法学院 他当年跟奥巴马都在那个地方毕业的 哈佛大学院的法学院一直在美国正常都有着强大的影响 你咱就不用说什么奥巴马夫妇来布林肯之类的 就这九位大佬 最有权势的人群 美国的大法官六个都是米歇尔的校友 而且还有很多华尔街的高管都是这里毕业的 还有一个关键的节点 就是他现在所在的律师事务所 圣德律师事务所 全美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之一 主要做证券以及合并业务的 说白了就是华尔街的律师事务所 当然他最大的资源 他是他老公 以及老公背后的民主党财团 现在想想 当年奥巴马做两届总统 对于这些背后的资本而言 最大的功绩就是啥都没做 大家评评这句话 都活得挺好的 你就别瞎整活了 他还减税了 给富人减税 既然没有办法把奥巴马 再拉回来选 那就让他媳妇上面 忘了说了 别看奥巴马 啥也没干 在认的时候 但是这哥们的形象恢复的好 在下台之后的民调当中 还能有63%的认可率 在二战的所有总统里 排在第四 竟然比克林顿的排名还要高 说到这里 其实大家也看出来了 所谓米歇尔奥巴马是候选人 其实就是一种 夫妻团队竞选的策略 对吧 用咱们的话说那走的是CP路线 那些曾经给老总统奥巴马投票的人 现在又可以回来投了 是吧 再结合一下米歇尔良好的形象 可以得到更多的加成 你是不是以为我在这里胡扯 毛线 我多严谨 对吧 你以为民主党人没想过吗 对吧 就在三月份 就有民主党人暗示过米歇尔 这是前两天CNN的爆料 但是那时候拜登还是比较稳的 所以奥巴马夫妇 那么精明的人是吧 肯定他不会答应的 所以就站出来说我们是不会参加选举的 但是现在呢 拜登的候选人身份已经摇摇欲坠了 一切皆有可能了 不就是炒出了一次家吗 怎么就这么麻烦呢 对吧 老登现在肯定在家里后悔 我干嘛要出门吵架呀 对不对 好了 答应你们写的三个候选人 哈里斯 纽盛 米歇尔奥巴马都写完了 来 用你们发财的小手点点赞吧 如果你们对美国大选这八卦感兴趣 可以小小的关注我 我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带来八卦的视频 好吧 不装了 我就是很八卦